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 在《词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我们一同来念只有一节的圣经 来 首先在这里要先感谢弟兄姐妹的带导 礼拜三我已经很平安地从非洲回来了 这次去非洲的贝南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他们刚落成的新堂 来主持宪堂感恩崇拜这个照片放一下 非常漂亮 将荣耀归给神了 非常美丽的一个会堂 感谢神那天不但是有各地的牧者 一同前来庆贺 当地的市长也派了代表 到我们中间参加我们的庆典 那天的节目非常的丰富 从早上九点一直聚会到下午一点 四个钟头 整个聚会真的充满了欢喜快乐 真的大家在神的面前又唱诗又跳舞来赞美神 我就回想到这二十年来我们在非洲宣教职堂的路程 我们真的不能够不为神的恩典来献上感谢 我们所信的神真的是一位史无便有的神 哈利路亚 二十年前当我们脚踏上非洲这个陌生的土地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有那个时刻 可是现在我们在非洲已经在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八十六间教会 哈利路亚 我们外加我们还有孤儿院 职业训练学校 还有生命和诊所 神所成就的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阿们 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一方面我们也真的要感谢弟兄姐妹 在过去这么多年 在宣教事工上的支持跟摆上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也承认 这一切都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而今天也正好是五旬节 也是教会传统的圣灵降临节 主耶稣在十六天第一章 在第八节里应许 我们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得着能力 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在过去二十年 生命和的确就经历了 神应许给教会这个恩典 Amen 但这个圣灵的能力 不单是给教会的 这个圣灵的能力 也是降临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的 十六天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很清楚讲到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有人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又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里很清楚讲到 神的火是落在个人的头上 什么意思 换句话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圣灵的能力不只是在使徒的身上 是神给每一个信徒在每一个信徒的应许 很多时候我就看见 今天很多的信徒常常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感觉不到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 以至于常常就落入到灰心跟软弱当中 但事实上圣灵的能力 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使我们经过得胜生命的一个秘诀 Amen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初代教会的信徒的身上 我们看见我们怎么能够经历 圣灵的能力 三方面 第一个 我们要渴慕圣灵来充满 跟你们说要渴慕圣灵来充满 十六圈第一章第十四节里面 我们看见当初代的信徒 他们听见耶稣说要降下圣灵 在他们中间的时候 他们没有只是坐在那里等候圣灵降临 十四节这里怎么说呢 这些人同的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都怎么样 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 祷告代表一个渴慕 他们是聚集在一起 不但是祷告一天而已 我们看见从耶稣基督升天 一直到五旬节 圣灵降临 中间有十天的时间 他们持续不断地在神面前 迫切祷告直到圣灵降临 我们看见渴慕圣灵充满 是经历圣灵能力 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你要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经历不到圣灵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够渴慕了 特别在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的时代 我们不觉得我们很需要神 很多人常常觉得反正有神的恩典 没有神的恩典也没关系 反正可以靠自己 有没有圣灵的充满也没关系 我们也可以依靠周围的环境 特别是我们在这么大一间教会 我们好像觉得什么都有了 我们也不觉得好像那么需要神 我常说就好像圣诞节的故事一样 当东方的博士老远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问西律王说 那生下来做犹大王的在哪里 而那些文士 毫不加考虑 立刻回答 要生在犹太地的伯利亨 他们都知道标准答案 都知道 但他们有个可目的心去寻求 你要知道从耶路撒冷到伯利亨 标准答案 却不肯 连一个钟头的距离都不肯前往 没有一个可目的心 冬老师 我们也不是如此 在教会里面 我们知道太多的标准答案了 我们自以为很属灵 自以为很满足 我们也不觉得那么需要神 但你怎么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神的恩典跟没有神的恩典 差太远了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圣灵的充满 没有圣灵的充满 差太远了 这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说的 五章十八节里面 很清楚告诉我们 说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奶要被什么 圣灵充满 这不是一个建议 这不是一个愿望 事实上这是一个命令 这个句子是个命令句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换成做一个基督徒 你光有圣灵的内住是不够的 圣灵的内住只是表明你是属于神的 你需要被圣灵充满 你才能够经历得圣的能力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 首先第一个 你要求圣灵来光照 要求圣灵来光照 因为除非圣灵来光照 否则我们人总是隐藏在 美丽的外表之下 我们看不见自己里面的黑暗 我们看不见自己里面的拦阻吗 我最记得暗室之后 蔡淑娟女士常常喜欢讲一个故事 她说当她在年轻的时候 她是家里住在一个山脚下 他们家所有的用水都是用竹子接的 一管 从一节接到山顶上 从山顶上饮水 从一节节的竹筒里面 饮水下来到家里使用 有一天他们发现家里 没水了 那一滴水都流不出来 所以他们家里用人就往山上走 一边走一边就竹筒打开 看看什么东西塞在里面没有 结果走到一半打开 哎哟 才发现原来一只大癞蛤蟆塞在里面 动弹不得 他就对我们说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 喜乐将而涌流不出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我们生里面 有一只大癞蛤蟆塞住了 讲完他的时候他就哈哈大笑 听说你今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大癞蛤蟆呢 塞住你的生命啊 是你无法经历到圣灵所带来的喜乐跟能力 你要求圣灵来光照你 也求神帮助你 除去这个拦阻 让你的灵能够重新得到自由跟释放 Amen 第二 你要凭信心来祈求 要凭信心来祈求 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这里讲到说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其不将什么 圣灵给求他的人 这一讲到我们的天父 何等乐意把圣灵赐给那些寻求他的人 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人一样吗 我请问你 做父母的 你会不把好东西给你的儿女吗 不会的 你永远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你的儿女 不是吗 同样今天神也乐意 将圣灵赐给寻求他的人 神也乐意让你能够经历到 那个宝贵的圣灵的能力 那你说如果神乐意给我们 为什么还要祈求呢 因为祈求代表谦卑 表明我们需要神的恩典 反过来说你不祈求 这代表你很骄傲 你觉得不需要神 而圣经也说神抵挡骄傲的人 却赐恩给谁啊 谦卑的人 所以要祈求 当你祈求的时候 神乐意将圣灵给求他的人 第三你要大大张口来渴慕 Amen 圣经说你要大大张口 神就什么 大大充满嘛 千万不要像小孩子不肯吃饭的样子 记得吗 小时候 我看那孩子们小时候 父母喂他多辛苦啊 父母想要喂孩子吃饭 好困难 来啊来啊张开嘴啊 回想到那种日子 好好吃啊 小孩子呢 嗯 紧闭着伤口 就 咬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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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嗯嗯就不要吃 哦好吃啊 嗯嗯嗯就不要 No no 你要大大张口啦 你要大大来渴慕神 承认你今天 非常需要圣灵的恩高跟能力 就好像旧约时代 以利沙 我告诉你 以利沙真的大大张口啊 他来到以利亚面间 我需要你生命里面的圣灵 而且要加倍的充满 大大 够大了 大大张口 要加倍的充满我啦 结果我们就看见 在以利沙的身上 在一生当中所行的神迹 果然是加倍于以利亚一生所行的神迹 大大张口 神就大大充满嘛 所以我常说 大大张口 神就大大充满 你小小张口呢 小小张口呢 不张口呢 不充满 你生的道理都很简单 OK 你要大大张口 你一定要渴慕 渴慕圣灵大大充满 所以第一个很重要 你要渴慕圣灵来充满 第二个 存谦卑的心来领受 跟你朋友说要存谦卑的心来领受 谦卑太重要了 在五旬节那一天 当圣灵降临下来 门徒们被圣灵充满 就说起方言来 结果我们看见旁边的人 看见怎么去回应呢 使徒线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 众人就很惊讶猜疑 彼此说 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人讥笑说 他们无非是心酒灌满 换句话说 这些人喝醉酒了 你要知道 当圣灵开始工作的时候 圣灵常常不是按照 我们所习惯的方式来工作 而很多时候 当我们经历到一些 我们所不熟悉的现象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常常就会拒绝 不是吗 就好像五星节 当那些众人看见 门徒们口里说方言的时候 他们就藐视他们 拒绝圣灵的工作 而另外有些时候 当我们看见有些事情 跟好像不合乎我们自己理性思维 或者是不合我们身份地位的时候 我们也很自然会拒绝 就像在1906年 阿苏沙大复兴发生的时候 当时神使论为黑人牧师 William Seymour 他是一位 所谓其貌不扬的人 也没什么领袖魅力的人 他所使用的聚会场地 是一个非常简陆 好像是个马房一样的地方 讲台是用这个木箱搭起来的 你根本无法想象 神的复兴怎么会降临在这种地方 所以难怪很多人 虽然从很远的地方 各地来想要经历神复兴的作为 但他们一走进会场 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 神的复兴怎么会发生在这样一个 又旧又乱的地方 他们就因此离开了 为什么离开 我相信是因为心里的骄傲 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既定的想法 觉得神的复兴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 他们无法去接受一个 跟他们想法不一样的复兴 但弟兄弟要告诉你 当神开始工作的时候 神常常是在人所意想不到的地方 用人所意想不到的方法来工作的 求神帮助我们 永远不要因为神的工作 而感觉被冒犯了 因为我告诉你 神永远可以选择任何方法 在任何地方来工作 我们所需要做的 就是谦卑下来 领受圣灵的工作 就好像在以前有一阵子 圣灵开始在聚会运行的时候 有些人就倒在圣灵的里面 有些人就感觉好像不以为然 觉得心中就开始抵挡跟拒绝 其实倒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见 当神荣耀同在降临在圣殿的时候 连祭司们都站立不住 在教会复兴的历史里面 我们看见多少人倒在圣灵的里面 重要的不是倒与不倒了 重要的是这个人是不是经历到 神的恩典跟工作吗 今天我们可以很理性 很骄傲的 在这里辩论倒与不倒 但更重要的我们有没有谦卑下来 领受神的恩典 Amen 我还记得多年前了 我曾经带领同工们 去参加在Saint Jose 有一间灵恩教会的一个特会 在聚会当中他们的牧师 这个收奉献的方式是很特别 从来没见过 他说 主告诉他了 今天在聚会当中有20个人 每个人会奉献1000块钱 所以他就说 请有感动的 就走到台前来 所以他就一直等 等到20个人走到台前 才继续聚会 哇 我心里简直无法忍受 怎么有这么死要钱的牧师 没见过这种方式 所以我就从此再不去这个教会了 过了不久 台湾倚林书房的张长老 来到Saint Jose 他一见到我面说 他刘牧师啊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这个教会 去见见这个牧师啊 我说你干嘛去见这个牧师啊 我说你不知道 如果没有他的话 就没有今天的倚林书房 我说怎么会呢 怎么回事呢 他就告诉我 他很多年前了 当他开始要计划 有一个倚林书房的时候 他就想筹款去买一块地 刚好那个牧师呢 刚好在他的教会讲道 这位牧师就问他说 你想要一个林书房 你觉得要筹多少钱呢 他说五十万台币 你知道那时候很早以前了 五十万台币 所以那牧师在聚会里面说 他说 主队我说啊 今天在会中有二十五个人 每个人要奉献两万块钱 所以请有感动的 就到台前来 结果当天 真的有二十五个人出来 每个人奉献两万块钱 我一听 我真的就明白 这位牧师还真的有这种恩赐 我告诉你 你以为这随便做 这也不是随便做 你以为可以模仿 我告诉你 随便模仿 也不见得有这么多人 真的出来了 我觉得你这边 这个还真的有这种 特别的恩典 所以张启明长老 他就带这个牧师 OK 筹到五十万了 他就带他去看场地 看了第一个场地 那牧师说 不是这里 不是这里 然后又带他到第二个 也不是 最后到了一个 很不起眼的地下室 那个牧师说 就是这里 他们就刚刚好 用五十万台币 买了当时那个地下室 而那个地下室 就是现在最昂贵的 忠孝东路市段 的以灵书房 当我听完他的见证 我的心立刻被神的灵所责备 这个牧师 当年我说 再不要去的 这个根本不是神的仆人 可是在那天 我真的求神怜悯我 神的灵责备 这个牧师的确是 真的器皿 只是我不喜欢而已 但是无论我喜不喜欢 这个牧师的确在神手中 成就神的工作 可能是我们人 因为自己的骄傲 我再说是骄傲 我们常常拒绝 神工作的方式 我们拒绝神某一种工作 拒绝某一种人 结果我们自己 也无法享受神恩典 今天我们都需要谦卑下来 只有存谦卑的心 我们才能够经历 圣灵的恩高与能力 Amen 第三 要顺从圣灵的感动 跟你们说要顺从圣灵的感动 当圣灵在运行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顺从圣灵的带领 我们才可能经历 圣灵的工作 就像在五行节的时候 当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 他们需要顺从圣灵的感动 开口 所以你看见 使律宣传二章第四节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斥的口才 说起别国 他们必顺从神开口 他们才能够说起别国的话 在使律宣传第二章第十四节里面 你看见彼得跟一个使徒 站起来的时候 我们看也是圣灵感动他们 他们能够在那个时刻 顺从神站立起来 能够高声说话 能够对犹太人和住在耶路撒的人说 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以当侧耳听我的话 他们必须顺从圣灵的感动 我们看使律宣传二章四十一节里面 结果怎么样 当他们顺从圣灵的感动的时候 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有多少人信主啊 三千人 我们就看见经历圣灵的能力 跟顺从啊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今天我看有很多的基督徒啊 很喜欢听有关圣灵的事情 很喜欢讨论有关圣灵的事情 但事实上只有当你开始 顺从圣灵感动的时候 圣灵的能力才能够释放出来了 就像有一次 当主耶稣来到耶利哥的时候 他听见那个瞎子巴迪买 坐在路旁呼喊说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其实耶稣那个时候很忙 正在赶路啊 所以旁边的人 actually对这个瞎子 安静安静 你没看见父子很忙吗 可是在这个时候 耶稣圣经说 耶稣就停下来 我相信当时是有个 圣灵的感动在那里 而耶稣就顺从圣灵的感动 他停下来 结果神迹就发生了 那个瞎子就得着一致 Amen 今天我们很容易在 生活事奉当中忙忙碌碌 但是当神的灵感动我们 要停下来 为神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是否愿意来顺服呢 也许你说 牧师那是耶稣啦 当然神的灵会感动耶稣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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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神的圣灵 也会常常感动你的 你还记得每一次 主日崇拜的结束的时候 牧师都为你祝福祷告 记得吗 为你祝福些什么 但愿主耶稣就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什么 感动 每个礼拜都为你祝福啊 你每一个礼拜都领受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 还说圣灵不会感动 圣灵当然会感动你啦 而且常常感动你的 你说圣灵怎么感动啦 圣灵常常借着我们的 心思意念来感动我们嘛 我相信我们都有 这样的经验不是吗 有时候你就 好像圣灵提醒你 看你知道说 有一位弟兄姐妹 或在一些困难当中 你觉得应该打个电话给他 圣灵感动你提醒你 觉得应该打电话 可是你看 晚上11点了 明天再打吧 结果明天呢 你就忘记了 不是吗 或者你知道 有个家庭 现在在很大的困境当中 你希望去探访他一下 好像圣灵提醒你 应该去 一准备出门天下大雨 算了 改天去吧 改天呢 你也就忘记了 很多时候 圣灵常常感动我们 可是我们却常常 消灭圣灵的感动 你知道以前我常觉得 自己是一个很顺服神的人 知道有一次 在聚会当中 我听见一个讲员 问一个问题 他说请问你 从你开始知道 神要你做一件事情 到你真正去做 中间要花多少时间呢 哇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从你开始知道 神要你做一件事情 到你真正去做 中间要花多少时间 那天 我还记得晚上回到家里 我想了很久 我才发现 其实自己是一个 非常缓慢 跟随神的人 多少次圣灵说往前走 我心中很犹豫 多少次圣灵说交托给我 我总是不放心 不敢交托 我以为自己很顺服 其实我的心 离神的心 还是很遥远 弟兄姐妹你呢 你想过吗 从你知道 神要你做一件事情 一直到你真的去做 要花多少时间呢 我所说的事情 不见得是很轰轰烈烈的 大事叫你到非洲 做长期的宣教室 那可能那只是很多 生活的小事 也许神在呼召你 每天要来亲近他 也许神是要你 向身旁的人 说声对不起 也许神是要你 起来了 要出来 开始服侍 请问你 当你知道神 要你做一件事 到真正去做 要多久啊 我告诉你 当神的灵 开始运行的时候 你必须要学习 顺从圣灵的感动 你才可能经历 圣灵的能力 Amen 今天你觉得神 今天的确拥有 我们生命的答案的 神差遣圣灵 住在我们的里面 这一位圣灵 他知道父神的心意 他也按照父神的心意 来感动我们 只要我们顺从圣灵的感动 我们就能够在神手中 成为神迹的器皿 Amen 今天你我不再需要 像初代教会 在那里等候圣灵 但我告诉你 今天我们却需要敞开我们自己 再次欢迎圣灵 在我们中间来工作 无论你过去 是否被圣灵充满过 今天 我们都需要再一次呼救圣灵 来充满我们 求神赐下一个可慕 谦卑 以及顺从的心 好让我们再一次 经历圣灵的能力 Amen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 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赐下圣灵 在我们中间 要给我们能力 不但是活出 主耶稣生命的能力 更是 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得胜环境 得胜黑暗 得胜罪恶的能力 我们感谢你 这个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了 再次今天帮助我们 敞开我们自己 再次欢迎你 欢迎圣灵来 能够按照神的心意 运行在我们中间 来成就神的工作 赐给我们个谦卑的灵作 革慕的心 顺从你的引导 今天早上我们欢迎你 圣灵再次充满 教官我们 感谢祷告奉耶稣得圣灵 祈求 阿们 一同祈礼好不好 我们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呀 神的圣灵 我们欢迎你 降临 神的圣灵 神的圣灵 我们欢迎你 降临 慈悲怜悯的天赋 天能的圣灵 我们真欢迎你 降临 神的圣灵啊 神的圣灵 我们真欢迎你 降临 好 求你来充满一切干渴行礼 恨求复兴我们恢复的荣美 神的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 神的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 慈悲怜悲的天赋却能抵上你 我们真欢迎你降临 有点多少时候到我们面对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 好好这样觉得真的生命被仇敌的工作所塞住了 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有个大奈蛤蟆 喜乐的江河无法用了 今天早上求神的灵再次帮助我们 敞开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何得需要圣灵再一次浇灌在我们中间 我们来到神里面求神赐下渴慕的灵 我们不再依靠自己也没办法依靠自己了 让我们单单来到神的面前 主 我需要祢 需要圣灵再次来教管 神的话说大大张口就要大大充满人 你要向神大大的张口 不要向神闭起你的嘴巴来 今天你所需要一切的恩典 你需要一切的能力都在神的手中 神乐意赐圣灵给求祂的人 哈利路亚好不好 同时开口 大声来开口来祷告 大声张口 求神来充满我们 今天找圣灵大大浇灌的 同时开口向主来呼求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可求祢来怜悯 怜悯我们主啊 怜悯我们圣灵再次降临 浇灌在我们中间 我们向祢要大大的张口 大大的张口 求祢的灵来 哈利路亚 哦 你要向神来张开口 可慕 Cry out to God 哦 需要祢啊 我们需要祢啊 哦 没有祢我们没办法面对我们的生活啊 我们需要祢啊 没有祢我们怎么样继续侍奉下去啊 哦 我们需要祢的圣灵来 哦 神的圣灵来 我相信我们的圣灵来 祢的圣灵组侍奉 啊 祢的圣灵 哈利路亚 牢 尊 partnerships 我们真欢迎祢降临 祝祢来充满一切干渴心灵 恳求复兴我们恢复祢荣美 神的圣灵欢迎祢祢 我们欢迎祢 神的圣灵我们欢迎祢 祢降临慈悲怜悯的天赋 圣灵欢迎祢祢 我们要来到圣灵求神的灵 来做释放的工作 来做释放的工作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好不好我们同时开口 如果你懂得方言祷告 开口用方言祷告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方言祷告 张开你的口吧 让神的灵来掌握你的舌头吧 让神的灵来帮助你啊 用方言来祷告 求神把这个方言赏赐给你 神今天早上神的灵 那个降临在你身上 把你的口色交给神 让神来引导你 好不好 同时开用方言大家一起来祷告 神的灵灵 pour Right 神的圣灵 我们再次欢迎了 神的圣灵 是的欢迎你来 Hallelujah 慈悲怜悯的天赋 全能的相依 我们再次欢迎你 慈悲怜悯的天赋 你可知道你有位慈悲怜悯的天赋 祂也是全能的上帝 何等宝贵 祂知道你的需要 祂用祂的全能 来满足你的需要 任何时刻 在你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敞开你自己 也许不是在这个时刻 在任何时刻 你都要学习在你生命当中 敞开你自己 不要再依靠你自己的力量 不要再依靠你自己的智慧 敞开你自己 记得你有一位慈悲怜悯的天赋 全能的上帝 祂能够满足你 祂能够为你开道路 来依靠祂 随时来依靠祂 Amen 神的圣灵 欢迎你 Hallelujah 神的圣灵 我们欢迎你 叫你 慈悲怜悯的天赋 全能的上帝 我们真 欢迎你 祝悲怜悯的天赋 全能的上帝 我们真 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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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依靠我们自己 求你赐下 渴慕的灵 谦卑的心 顺从你的感动 我们就要在你手中 成为你神迹的起 谢谢主 再次也特别邀请 在我们中间 或在荧幕前面 还没有接受耶稣 做你个人救主 每个时间 比今天更好的机会 接受耶稣 进入你生命当中 耶稣应许我们 当我们接受祂 做我们个人的救主 要赐圣灵 助长里面 永远不离开我们 今天如果你愿意 接受耶稣 做你个人的救主 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 我祷告一句 请你跟着我一起 做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以你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赦免我的罪 并且赐下圣灵 与我同在 我今天愿意 回转归向你 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并做我生命的主 为一生来跟随你 来侍奉你 感谢祷告 奉耶稣得胜的名 阿们 再恭喜你 如果你做了 刚才的祷告 请你在散会之后 跟我们的同工 在服务台跟联络 或者在网路上 你可以在线上 跟我们留言 我们有一个 决资卡在那里 填一下决资卡 我们同工会 尽快跟你联络 让我们在神的 大家庭当中 继续不断地 能够一同成长 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活出神的荣耀来 阿们 现在代表 主耶稣日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参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哈利多位 阿们 上帝祝福你们